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rasulillah. 我以光荣地人交二分门,就安拉斯福与他一起家人。 伊斯坦的世门是光荣地,是我所不保的。 它符合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我们的教法, 除别于其他教法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就是光荣性和一性性。 因为伊斯坦让光荣性和一性性赦免向所有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伊斯坦教是光荣和一性的宗教,而不是阳哥和泛南的宗教。 按来说,关于宗教的事, 他未曾与人和泛南为你们的义务, 我是说,的确总是要设一心的,不能可求自我。 父子无法成熟,所以你们要坚持十手十种, 力量而行。 你们应该乐观,一早晚,一早晚,一休,享受。 伊斯坦教法中的光荣, 绝不是口头说说而已, 也绝不是喊喊口号, 而是阿拉的行使态度, 阿拉光荣地对待自己的宗仆人, 并命令自己的宗仆人互相关荣。 关荣情是民主宗友和官署国座的原因之一。 阿拉说,他们应当收拾, 收拾,应当原谅, 难道你们不原安拉, 是有你们吗? 我们所寻求的是 光荣性成为一种生活行为。 光荣性是真正的, 伊斯坦教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体现是, 阿拉在很多经文中, 命令他的宗仆人要具备关荣和饶恕他的平等。 人如安拉所说, 善恶不是一样的, 你应当以最有美的平行去对付恶劣的平行, 那么,与你相仇指, 忽然将会变得情如未有。 毫无疑问, 人人眼督牧神的传奇约会发现, 牧神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光荣, 光荣和异性方面做出了最解除的榜样。 牧神说, 安拉被牵我日为联名传奇事的人。 阿伊斯坦说, 当安拉的事实从两件事物件做出选择时, 他总是选其中光荣做到的那件。 日要不是犯罪行为, 若是犯罪行为, 他总是立的最远。 牧神从不为自己保护, 除非有侵犯安拉尊严, 他会为安拉而进行政法。 我们应该提问的问题, 是我们在生活中完全体现光荣的平等吗? 我们光荣的对待别人吗? 光荣性是高尚的行为。 穆斯林在一起生活的一切领域中, 应该完全体现光荣的平等, 其中包括一、 夫妻之间的光荣性。 婚姻关系是最高的人籍关系之一, 也是安拉的一种意向。 人如安拉所说, 他的一种意向是, 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陪偶, 也便你们依恋他们, 并实施你们互相爱约, 互相连续, 要说你们当善待他们。 如果你们厌恶他们, 那么你们应当忍受他们。 因为何须你们厌恶一件事, 而安拉在那件事中, 安置下许多福利, 又说他们应享合理的权利, 也应尽合理的义务。 牧师说, 最好的人是最善待家庭日, 或是你们中最善待家庭日。 牧师告诉我们要善待女人, 正如牧师所说, 男性是不要增衡女性。 女性是如果他讨厌她的摩衣方便, 他或讨厌她的另一方面, 牧师辱福要善待家属。 安拉的事实说, 你们好好对待女人, 因为女人是从雷骨上造化的, 因此夫妻应该互相光荣。 而林宇热强的光荣性, 安拉说你们等, 崇拜安拉, 不要有任何物被他, 当小心父母, 当腰带亲戚, 当恋须孤儿, 当救激平民, 当亲爱精灵, 员领和本侣, 当管带旅客, 当管带女仆, 安拉的却不惜爱傲慢的, 精夸的人, 母亲尽声祝福我们要善待邻居。 正如牧师所说, 吉布里尔天舍尽声祝福我, 要善待邻居, 以致我以外, 邻居之间可以相互继承党。 又说, 凡心安拉信呼时之日, 因管带他的邻居, 又说, 只安拉法师, 他没有信仰, 自如法师, 他没有信仰, 自如法师, 他没有信仰。 有人问, 安拉的时日啊, 是谁啊? 时日说, 就是上海邻居, 时日部的安定的人, 安宁的人, 又说, 只安拉看来最好的伙伴, 是他们中最善待同伴之日, 只安拉看来最好的邻居, 是他们中最善待邻居之日, 又说, 谁的, 负贬贬贬贬贬的, 睡觉了, 而同时知道他邻居人在, 爱恶, 谁就没有信仰我, 三, 同时之间的关容性, 无论是在工作, 大学或学校等等, 固然间安排了, 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以便让所有人合并相处, 如安拉所说, 中人啊, 我去以从一南一泥传造你们, 我舍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尊族, 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在安拉看来, 你们中最终归日, 设你们中最敬畏日, 安拉确实全是的, 确实吃日的, 牧生在善待弟子们方面, 做出了最最初的榜样, 因为牧生一日感受受着他们的痛苦, 连续他们, 寻找他们中缺席的人, 善待他们, 看望他们中的骗人, 参加他们的病理, 答应他们的邀请, 与他们商议共识, 温和地对待他们, 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 向安拉做祈祷, 安拉说是因为从安拉发出的慈恩, 你温和地对待他们, 假如你是作报的, 是残酷的, 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犯残, 孤女当处扰他们, 但为他们向安拉缺扰, 但与他们商议共识, 此道路和交通中的宽容性, 路上的人可能会受到别人的伤害, 因为人们中有强势, 弱势, 所保持残酷之和寡荣的人, 因此人应该寡荣温和地对待别人, 正如安拉所说, 热热热的仆人, 睡在大地上, 前选而行的, 当有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若你们平安, 牧师说, 你们不能进堂天堂, 除非你们有了信仰, 你们得不到信仰, 除非你们互相要爱, 我只给你们一件工作, 如果你们做了, 你们就会向亲友爱, 你们互相传播私人, 我们应该遵守道路交通条理, 应该遵守道路交通条理, 必须放弃留给老年人和前妻孕妇和小孩子的作为, 牧师说, 任何事物有了文和旧的道装饰, 任何事物失去了文和旧边的难堪, 5. 光荣性的想象出现热义旧事实施, 施舍舍心仰安拉和舍舍的表示热义, 也是改良人的表示热义忠心事的特殊性热义旧事, 分世安拉所赐予他们的财产, 人绝不能获得权权, 直到他分射自己所爱的事物, 施舍给兵穷日和扯盆日是光荣性的表示热义, 正如牧师说, 刚开始, 接近正如, 临近十人远离何语, 六. 伊斯兰也鼓励在 迈迈和所在是光荣大度, 各法传说, 牧师说, 安拉将恩赐在迈迈中和 所在是光荣大方的人, 又说两个人来向前日淘宰, 态度很粗暴, 于是用弟子想让他常常粗暴的滋味, 安拉的时日却说, 放开他, 因为日如有权, 说话, 然后吩咐弟子, 还给他吧, 也什么样的, 还什么样的, 他们说, 安拉的时日啊, 我们所有的, 比起来他的都好, 牧师说, 就把更好的还给他, 因为你们中, 最有修的人就是, 还在最好的人, 牧师也鼓励光荣性和一心性, 牧师说, 是一个病床的, 然后有人光荣, 火轮掉热物, 父神日安拉就让他在二十日下乘凉, 那天就此外没有任何银梁, 又说一个人, 房载日, 对有人说, 你想请人, 要让是, 要让, 但愿安拉关容我们, 后来这个人他死亡了, 结果安拉关容了他, 我说了一场日子去安拉罗说, 和你们一起送传给安拉, 各位穆斯林, 光荣性的想象, 这也就是美好的语言, 安拉说, 对人说, 闪眼, 又说, 你告诉我的婆人们说, 叫他们说, 这语, 最有美的话, 美好的语言, 不仅仅于穆斯林之间二十, 面向所有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这些行为都能体现出良好的教育和美的, 安拉命令穆斯, 对法老说话要问何, 安拉说, 你俩到法老那里去, 他去是保虐武道的, 你俩对他说话要问何, 或许他会去教会, 或者有所为疑, 应该远离女伦, 进入安拉所说, 他们是远离女伦的, 又说, 请什么啊, 你们应当尽为安拉因, 应当说真话, 又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安拉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吗? 一几两眼, 好比有颗有两大书, 这一条高松人员, 本书的许可安设结果, 安拉为众人到达数多比方, 以便他们几次去教会。 牧师说, 一个人随便说了出一句安拉喜欢的话, 安拉下一次提升他若干评计, 一个人随便说了出一句安拉厌恶的话, 他将因此水如火雨, 又说牧民绝不是飞帮者, 足手者, 足语者和下流者, 观众性是始终而不变不移的, 既不过渡, 也不疏忽因为一段行为违抗伊斯兰中人的道路, 因此我们要尊寻消灭一段行为的坚异化和光荣的道路。 如而, 就能让我们尊寻眼神和共修中的坚异化和光荣的道路, 就安拉改善我们的状况, 并祈求你保有埃及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免于各种欢迎。